最近面板其實也還蠻熱門的 尤其是在半導體這些 已經暫時休兵的狀態之下 這幾天面板其實都有上漲的情況 那我們今天上午在看那個面板的時候 其實也有發現說一開盤的時候 友達群創財經是上漲的 然後可是呢 現在到最後呢 他們的這個漲幅是收斂 反而在平盤附近 那財經的部分就是收平盤 所以在面板的部分 我們可以怎麼看呢 好 因為其實我剛好有準備面板 沒關係我們現在都有可以切 這個K線 那我先講一下面板的看法 因為其實我覺得面板還蠻多 投資朋友喜歡 去做追蹤 甚至是喜歡去做交易的 所以我覺得好像最近這幾次 我都有被問到面板的問題 那面板的 一個指標來說的話 其實我再次跟投資朋友分享 就是因為面板 他也是一檔 他也是一種景氣循環的 個股跟族群 那我們之前也有跟投資朋友分享 叫做是 如果你用景氣循環的角度 來看面板的話 那他們就是用所謂的報價 和營收 來當做他們的很重要的參考指標 所以在 如果從所謂的營收的角度 從獲利的角度 從漲價角度來說的時候啊 這個時間點的面板 我認為還是有相對的高點可起 那原因是因為 這個時間點的面板 如果投資朋友可以看到 現在目前的報價的話 那現在都還是屬於在報價上漲的 這樣一個狀況 甚至如果從 那個就是所謂的獲利的角度的話 其實那個面板雙雄 他一季都可以賺 差不多100億左右 所以他們的獲利都還在屬於提升的階段 那什麼時候需要去做留意呢 我覺得可以注意幾件事情 就是報價 那什麼時候報價有所謂的漲不上去 或者是已經到達了一個相對的高點了 那另外的話呢 就是屬於獲利跟營收 是不是什麼時間點會遇到 所謂的高點的這樣的現象發生 那其實這個景氣循環股就是 這樣來做這樣的操作 所以比方像之前那個什麼口罩的 口罩股或者像是一些 航運股 這些都是相關的景氣循環股 那景氣循環股的操作方式 其實你就看報價跟看獲利就可以了 然後剛好這邊導播 有把下面這邊下標 把它打出來 就是群創魁鵝6 最近三年 那重新要舉辦法縮 那如果我們再用法縮的角度來看一下 那個面板 面板雙雄的話 那其實雙虎的話 其實我們可以看到其實在那個 友達 他其實常常在辦法說 而且他們辦法說的時候啊 就是都會講好的 就是怎麼樣都是看自己好 自己怎麼樣都是看 所謂的面板景氣非常非常好 那如果是從群創的角度來說的時候 其實群創 他們的公司的營運狀況 就跟友達完全截然不同 原因是因為群創他們就是默默的 然後有點像是說 那就是做好自己的本業 這樣子一個 一個這樣的角度 所以其實群創有快三年的時間 沒有開法縮 那很有可能原因是因為 他其實對於所謂的景氣 他不想要講的那麼樣的明朗 或者是說 根本就沒有那麼明朗的景氣 讓他們來講 可是 最近的這段時間真的不一樣了 因為連群創 或者說連整個泛紅海集團 的這個 這個所謂的 營運的方式啊 都偏向於積極面 所以如果從群創 他 睽違了三年 然後要來重新辦法縮的話 那我們也是預期說 他在法縮上面啊 也會釋放出一些 還蠻不錯 對於面板的這些相關的族群 或者面板的展望 有一些相對利多的 這些相關的題材會來做發酵 所以可以看到今天的群創 其實是面板族群裡面 相對強勢的部分 那彩晶的話就沒有特別的 就是彩晶的話就沒有特別的想法 原因是因為 他就是穩穩的在做而已 因為那個彩晶是屬於中小型的面板 然後如果是群創跟 友達的話 他就是屬於中大型尺寸的面板 那如果以這個時間點來看的話 我們看到的 中大型尺寸的面板的話 是比較有漲價的空間跟機會的 然後甚至像是群創的話 他如果要開法縮的話 也都會帶來 所謂的營運上面展望的樂觀的看法 所以我反而覺得這個時間點的話 友達也都還可以留意 然後群創也都還可以留意 那不過我也要提醒一件事情 就是說 萬一萬一如果短線上面 有所謂的因為 這個法縮會 預期要釋放所謂的利多的 這樣子一個加因 然後造成了短線上面的股價去做 過度的拉抬的時候 當然今天沒有 因為今天那個群創後來開高走低 只有漲2.79% 可是如果真的有這樣的現象發生的時候 我也要提醒投資朋友 就是說在法縮會的那個前後的高點 那你可能要有一些短線投資人 或者是說 你想要掌握這種極短線的操作節奏的話 你也可以試著去做一些 獲利了結 或者是說 逢高減碼 那如果真的有所謂的 利多出鏡之後的回檔 然後再來去做 買進跟承接 那這個是做對於極短線的操作的方式 那如果長線的方式的話 就是我剛剛前面所說的 還是要看一下所謂的面板的報價 和所謂的獲利跟營收的角度 能不能持續再做創高 順便補充一下 今天新台幣匯率 那今天新台幣匯率的話 再創23年的新高 那到目前為止的話 因為還沒收盤 今天到目前為止的話 是27.84兌1美元 所以如果就整個趨勢來講 或者說就所謂的資金行情的話 是依然持續的 那如果我們看一下所謂的 那個匯損的角度來說的話 當然他對於一般的電子業 就是收美金為主的 這些相關的電子業為主的話 那他們還是會有一些衝擊跟影響 可是我想跟大家分享 另外一件事情叫做是說 雖然這個叫做是 會有可能所謂的匯損 可是他都 所謂的匯損的話 他是比較偏向於業外的損失的部分 可是如果我們在 超出一些相關的個股的話 業外損失 他並不是一個長期的影響因子 他只是一個短線上面的影響的因子而已 那如果是就中長線來說的話 我們還是看一下 那個所謂的 本業的部分 那如果本業持續成長 那如果有所謂的會損的話 他或許只是一個短線的衝擊 所以這個我覺得不用特別的擔心 那反而是資金行情會 挹注後續的 一些相關的個股的成長動能 最近這一次這幾次在 就是直播的時候 有蠻多投資朋友問到貨櫃的部分 那原因是因為他們真的是 自從去年的7、8、9月開始 一路大漲的 都是翻倍的這樣子 那時候其實就是大家都是航海王 而且大家都可能在 在上面賺很多錢 那可是問題叫做是說 在 貨櫃的部分來說 他們也是屬於景氣循環的 相關的族群 那所以說我們剛前面有像面板的部分 我有跟大家提到的 就是所謂的景氣循環的個股 應該要怎麼樣操作 其實有一個方向就是可以看 所謂的獲利 或者說看報價 那 原因是因為如果這個時間點來看的話 他們獲利當然還在 還在所謂的相對的高點 可是要留意的事情 叫做是那這個高點 或者是說這個獲利 能不能夠再持續的支撐下去 那如果不行的時候啊 我覺得 那個短線上面就會有 相對高點的這樣的現象發生 那長榮其實他是從 46塊2的這個 那個進行的高點 然後一路跌到了30塊的這個位置 那跌到30塊的時候 他其實也跌了三成的幅度 那所以其實如果短線上面 下跌的三成之後 當然會有所謂的 整理過後的跌升的反彈的行情 所以他其實也整理的 大概兩個禮拜左右 然後整理兩個禮拜左右之後啊 就開始有所謂的反彈 可是問題叫做是說 在這個反彈的過程中 那 投資朋友可能還是要留意一下說 他們後續的相關的 所謂的報價啊 或者像是營收的部分 能不能持續再跟得上 那否則的話 我覺得還蠻多 現在目前有蠻多的散戶大軍們 都還在上面等解套 那可是如果真的有 有所謂的等解套的 這樣子一個 這樣子的投資朋友的話 我覺得你可能要在操作面 上面稍微謹慎一些 原因是因為 他的反彈的幅度 如果大家都在等解套的時候 他的反彈幅度 勢必會受到一些限制 我覺得 那個智越光的成長的趨勢 這個動能還是依然存在的 尤其是如果就 所謂的半導體 現在目前還有所謂的漲價 甚至他們的訂單能見度 都可以到第二季 甚至第三季的話 那這些我覺得都是 後續的可以來做留意的部分 所以 我倒不用覺得是說 那個日月光在這邊去做SAD之類的 那反而是如果 有所謂的 想要做進場的 或者說想要逢低加碼的話 你不如看看日月光 能不能在這邊去做守穩 那守穩之後 我覺得都還是不錯的去做 可以做進場跟切入的點 原因是因為 他還是屬於龍頭廠 他還是屬於全球大廠 他還是屬於趨勢成長的 很好的個股跟 就是代表性的這個部分 今天好像下錯的比較深一點 那利基電他的老闆蝗蟲人 我記得前陣子他一直喊說 他要贏過世界先進 所以他在基本面上面有這麼好嗎 其實我覺得利基電 他是一檔 我覺得算是轉型蠻成功的 一檔個股 因為他之前是利金 那利金下次之後經過一些調整 他們從 那個記憶體的代工轉成是 晶圓代工 那其實如果就利基電的角度來說的話 我覺得 我們 我算是認同 那個 黃董事長他的一個看法 原因是因為 如果就現在目前的市站的角度 或者從整個技術面的角度 或者是說 那個利基他跟台積電 相關的配合的方式來說的話 那其實677年的利基電 他今年的獲利 他確實有機會 獲利跟市站 確實是有機會去跟 那個世界先進來做比較 所以其實他的 之前蠻多投資朋友會說 那他其實就跟聯電差不多而已 可是如果從黃董事長 他的一個公司的 發展的這樣角度來說的時候 他一直講一件事情叫做 他不只是跟聯電比價 因為現在聯電只有50幾塊而已 那可是他想要去做的一件事情 叫做是他的這個 獲利的角度 或者說從比價的角度的話 要去跟5347的 世界先進來去做比價 那如果現在目前的世界先進 是124塊的話 投資朋友可以留意一下 利基電他的這樣子一個企圖心 他這樣的企圖心 那另外的話 因為 可以預期的是不久 大概在下半年吧 搞不好5、6月就可以看得到 就是利基電他現在在新櫃 那可是如果他的一個 就是他的一個營收獲利 都還蠻穩健的狀況來說的話 他應該會去申請所謂的上市櫃 那如果他要上市櫃的時候啊 我覺得公司去 我講的比較保守一點點好了 我說公司可能會在股價上面 去做一些維護 然後讓這個股價更活潑 那我覺得這個跟投資朋友做分享 所以那個利基電的部分 就股價角度 或者就公司的企圖心來說的話 我覺得是有機會的 是有機會的 因為我看他說他今年的獲利 好像還是會不錯嗎 對確實是 就是因為他 他真的有接到大的訂單 而且他真的是有跟台積電有密切配合 所以像是台積電現在目前的 就是先進製程的產能都是滿載的狀況 那他如果有一些 比較屬於承受製程的 就是那個40奈米 28奈米相關的製程的話 他還是會由 由利基電這邊來去做接單代工 那如果再從所謂的 產能這樣的角度來說的時候啊 其實現在目前為止 整個 整個晶圓代工的產能是滿的 那可是如果真的有所謂的 新增產能的部分的話 利基電 有部分的新增產能 所以現在這個時間點掉是 得產能得天下 那得晶圓得天下 所以如果這個時間點 利基電還有產能可以接單的話 我覺得對他後續的一些相關的 營收的角度的這樣貢獻 是還蠻有機會的 昨天就有那個就是 某外資券商 那個應該不能說外資券商 應該是外資研究機構 那那家外資機構其實 金管會之前一直對他們有所謂的 提醒 就是提醒投資朋友這件事情 原因是因為他們並沒有在 台灣這邊有所謂的註冊 所以說 當他們在喊一些研究報告的時候 他們都會喊的很誇張 因為他前一陣子喊 喊聯電喊到60塊 那那個聯電還沒有到60塊的時候 他就把他喊到75塊 這是最新的研究報告 可是如果就所謂的聯電 他喊了還喊了蠻多的個股 比方說他喊聯發科喊了1000塊 那應該算是有到 然後他也喊了像是 好像他之前還喊了台大電吧 到400還是多少的 因為他那個價格的話 他其實都是喊那個3、5年的目標價 就是未來的3到5年的目標價 然後而且他都是用 未來的3到5年的獲利 去做所謂的目標價的評估 可是我覺得 就是要跟投資朋友講一些 比較務實一點 就是說 那個其實現在這個時間點 叫做是景氣的轉折 或者是說景氣的這樣子一個 能見度 我覺得 看看下半年已經算是看的蠻遠了 你如果真的說要看到所謂的 那個明年 明年甚至是3、5年的話 我覺得那個就會相對遠一些些 所以 外資目標價的話都是看看就好 那你反而是要回來到 公司的基本面的部分 那比方說像是聯電 如果你現在目前這個時間點 能夠掌握的部分 因為其實禮拜一的時候 我有跟投資朋友分享 那個聯電的話 其實今年的獲利啊 可以被合理預估出來 大概就是在 差不多接近3塊錢左右 那3塊錢的聯電 如果以他的 歷史本益比相對高點來說的話 他也大概在20倍 的本益比部分 那所以其實如果20倍的本益比的聯電 那剛好也在這個 差不多也接近60塊這個價位來說的話 他在這個接近60塊的地方 就會有他的一個相對的壓力 就像我們剛剛前面說的 台積電 他就是遇到這個680塊 甚至是700塊 這邊就有一些壓力 那聯電也是這樣子 所以 回到我們那個行情的部分來說的時候 因為這些半導體 都是屬於穩盤重心 或者他就真的是屬於全值很重的 這些相關的個股跟族群 所以 因為這些個股都已經漲到了 他們平價已經相對 不是那麼樣的 便宜 或者是說已經漲到平價 已經讓一般的法人 比較難去做追價的時候 就會造成股價上面的這樣子一個震盪 所以聯電雖然看起來好像有 什麼外資機構調高到75塊的這個目標價 可是如果我們看股價 或者是說 我們看所謂的基本面的評價來說的時候 那這些相關的 就是相關的評價 已經不便宜了 所以我才會講說 那個外資的報告 這個目標價你就看看就好 因為你還是要回到 那個合理的評價面 就是合理的獲利的這樣角度 來分析一檔個股